就是说年轻的工程师懂的是新技术 那老一点的工程师懂得旧技术 老的工程师已经退光光了 或者是转业转业 所以变成说像很多VB 很多人不会写 年轻的都不会写 所以你们可能也不会写 没有教过的话就不会写 我建议各位有时间可以多 如果想要有企图心的话 应该要多了解 因为像Office里面有VBA 那很多人看到VBA 就傻眼了 因为这东西它也不是搭内车 它是VB6的架构 所以很多人就不会 但是你说 像Essail几乎每一台电脑都有 Office的市占率 恐怕可能慢慢还比Windows还的高 为什么 因为Office还在Mac里面还可以装 还跨平台 也就是说 这方面的需求也很大 但是会的人并不多 如果说你们有企图心的话 可以把这两张拿到再去换一个证 他会再给你一个专业程式设计工程师的一个认证 大概是这样 那另外会有一本上课用书 这本书基本上也已经 好像已经绝版了 所以你们应该 有印给你们 基本上这本里面有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有学科 学科里面大概有300多题 三百二十几题的那个学科题库会从这里面呢 出20题 那是单负选题 一题一分答错 倒扣0.5分 那还有就是说呢 有四大类的这个Java题目 那其实坦白讲这些题目 到底有没有用 我是觉得就是说 因人而异啦 不过我觉得你可以拿来练功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提升那个你的Java的能力的方法很多啦 如果你没有别的方法的话 你可以拿这个来练功 OK提升 另外呢 你也可以考过之后 也可以累积你的什么 那个证照啦 其实说说真的 你在履历表上面多一张证照 应该不会 有负的这个负分 一定是证分的 所以当然这部分各位可以给各位参考 那相关的参考书 有些这个都是我上课用书 所以这几本的话各位尽量可以多多拿几本来参考 OK好 那将来的话 我的相关补充资料 我会放在这里 这边有一个网址下载的网址 请各位稍微记一下 goo.gl 然后 n小写的nd 大写的d f re fre小写 只有d是大写 goo.gl 有了 斜线ndfre 那这个网址将来我会把一些参考的程式画面会把它放在上面 所以 如果 因为这边不好写版书了 写版书可能也不太方便 所以我会把完成的画面提供给你参考 好那你们要找的话可以到这个网址 goo.gl 斜线ndfre 另外qrcode也在这边好所以如果你有市民手机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要看要参考的话也可以啦因为像我现在上课很多都用云端所以我也可以叫云端白板 我就把画面放在云端上面那把它当白板以后学生就很聪明自己到上面去看那个画面 等同就是我把它写在上面一样的道理 他只是说缺点是说 很多同学 需要站开来开去不方便所以他们也懂懂得用智慧营手机或平板 去开起来然后再来call 其实效果还蛮不错的 我发现他们慢慢习惯这种方式 ok 那这里的话呢大概是先跟各位开个头 那再来其他的话因为 前面好像有有有 罗主任有跟各位开个头了大概讲了几题 所以我会把一些重点如果讲过的话我会快速的讲 那其他 相关的安装环境的部分的话 大概GDK一定是必要的那我这边是 因为anjoy跟java差别只是在GDK的 所以 一个是GDK的环境一个是 Eclipse环境那Eclipse环境已经装好了所以我们就 直接 直接可以用另外就是说环境变数部分 当然基本上如果你用DOS底下compile的话 你却会需要设系统变数 不过你们如果是用Eclipse来开发的话基本上 我试过好像没有设定也没关系 但是你大概也要知道一下就说 你可以在这边设一个java home 变数里面然后里面的值你可以 就是对到那个我们 看你GDK哪个版本所以你自己要去查一下 你的那个根目录应该是 我这边是 JDK的1.7003的版本 如果你的是别的版本的话你就给他一个java home的一个路径 这样比较不会错 因为 在开发java的时候 没有问题 可是我之前遇过是 开发那个什么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